在《夏洛特环瑶》里有一段娜姐的戏 原本剧组是准备请娜英本人来客串的 可是在沈腾玛丽与她谈的时候 因为她的一句话黄了 当时沈腾和玛丽在外界大部分人的心中 是小品演员的形象 虽然在春晚上已经大红 但是他们拍《夏洛特环瑶》还是头一遭 因为剧本设定两人就去拜访娜英 可到了地方之后 沈腾和玛丽瞬间就有点虚了 毕竟他们之前也没见过这么大的嘎 更何况纳英很少演影视剧 人家是乐坛大佬 因此整个谈的过程十分尴尬 基本上属于一问一答的形式 搞得就像面试一样 而面试官是纳英 作为剧组代表 沈腾玛丽反倒像是去求职 对于《夏洛特环瑶》这个剧本 纳英还是比较感兴趣的 但大家也都清楚 一部电影能不能成功 不仅仅是剧本好就完了 特别在国内影视圈里 观众要看明星 观众会参考评分 另外上映时期的选择都很关键 特别是这次纳英只是一个客串演员 面对如此年轻的电影团队 他自然有很多顾虑 毕竟站在他的角度来说 这角色他自己又不是非言不可 再说了 这也算是纳英的为数不多的影视作品 要是因为一个客串就掉价 以后也算是自己把影视这条路给堵死了 所以他对沈腾玛丽的最后一个问题是 夏洛特环导的预计票房是多少 对此沈腾他们还真没准备 猛然疑问 沈腾随口就说了个十几亿 说完以后沈腾自己都后悔了 毕竟他们从来也没拍过电影 再加上又不是什么大制作 演员里也没什么大咖 预测十几亿票房真的算是公开的吹牛了 因此在电影开拍前 纳英也没有回复沈腾 剧组最后请了一位长得像那姐的演员 客串了这一角色 后来的事情大家就都知道了 投资只有5000万的夏洛特烦恼 在2015年国庆当与众多电影同台拼票房 竟然就成为了当年的黑马 一举拿下14亿票房 而沈腾和玛丽 更是因为这一电影成功戴上演员的头衔 开心麻花从此小品 电影被大家数之 也许看到这个成绩沈腾自己都没有想到 毕竟夏洛特烦恼在当时的圈发 比起其他同档电影 差的不是一星半点 至于制作也没有其他电影那样大手笔 但最后的结果却出奇的好 如今要总结夏洛特烦恼的成功 其实可以概括为走心 这部电影说是荧幕首秀 事实上剧本已经在话剧舞台上打磨多年 各种细节与暗梗 才会那么如鱼得水的流畅 在剧情完美的同时 夏洛特烦恼也碰对了时机 在他上映之前 国内清喜剧题材的电影 基本有葛优同志 但多年的输出之后 已经越显疲态 这才给了夏洛特烦恼可乘之机 也让沈腾成为下一代喜剧代表 夏洛特烦恼的成功是偶然也是必然 有这样的结果 也算是对国内小制作走心电影的鼓舞 不过在最终票房出炉前 谁也猜不到某部电影是否成功 站在纳英的立场上 确实没有必要去赌他会不会成功 关于这一点 相信很多人在那的位置上时 都会做出同样的决定 品读影视感悟人生 欢迎关注